河间驴肉火烧是文明全国的小吃 因口感酥脆肥而不腻备受人们喜欢 2012年 河间驴肉火烧制作记忆 入选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华北的大街小巷 随处可见驴肉火烧的店铺 这道美食已完全融入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之中 河间驴肉火烧的起源 是在明代初期 那个大移民的时候 有一个就是火夫嘛 那会儿也不叫厨师 就是火夫 在半路上饿了 老百姓饿了 然后就是有一点面 烙了一个那会儿叫面饼嘛 他当时是拿大火来烧这个锅 烧热了之后烤制的 所以就老百姓就叫俗了 就叫大火烧 后来就慢慢演变成了 咱们这个现在特有的大火烧驴肉 李春秋是河间驴肉火烧制作技艺传承人 他的技艺来自家传 从业已经40余年 据李春秋介绍 河间驴肉火烧讲究七分火烧三分驴肉 传统的火烧驴制作分为活面 揉面 搓条 杆片 撑片 压劲等十几道工序 火烧驴烙制三分熟后 再用200度以上的炉温烤制 刚出炉的火烧驴外酥里嫩 层数多达20多层 制作好的火烧驴展开后 有两米多长 层薄如纸 浴火寄燃 索屁的工艺 这是一个百年的工艺了 对火面的要求很高 我们讲究四季水 一年四季温度不同 水温都跟着变化了 然后就是按板的操作 按板的操作技术这一块 就是一定要数量 连贯性 做出来层次才能爆 最后做成四季火烧 我们赫典的四季火烧 这个色如巾 输入血 杏如书 然后还有这个薄乳质 俗话说天上浓肉 地下驴肉 驴肉的烹制 是合金驴肉火烧 这道美食的另一个关键环节 据李春秋介绍 为了适应现代生活快捷的需求 他们家的驴肉 采用大锅炖制 炖制时会加入几十种香料 驴的年龄选择很重要 四到七年的驴 老是发车 那种发型 然后是鲜驴肉 宰的驴肉 拍酸以后 开始放着大锅 炖制 四十分钟 大火 四十分钟 然后转入小火 小火 它温度掌控在八十到九十度之间 四开锅不开锅 然后在小火八个小时 再出锅 挑料 配方是我们自己的配方 烹制好的驴肉自然冷却后 切成薄片 搭配由淀粉和高汤制成的焖子 装入刚出炉的火烧皮内 一道美食便大功告成 加焖子以后 调节它的一种增加一些软嫩水分 因为河南驴肉火 只加驴肉有点发干那感觉 加上焖子以后 有焖子的香气 驴肉的香气 火车皮的酥脆的香气 是三合一的一个味道 到嘴里边那种融合的味道 是特别特别香的 据了解 目前河津驴肉火烧产业从业人员 已达六万多人 在全国各地开设驴肉火烧门店 一万余家 2016年11月 河津驴肉火烧 被评为中国旅游金牌小吃 随着世代的发展 我们也做了一些创新 比如说我们这个火车皮 已经做成版成品 时刻拿到我们火车皮之后 到了家 在家里边随时随刻都可以做 就用这个家里边用电瓶厂 烙制 很简单 然后呢就是 家里边做的火车皮 加上肉 和我们店一面吃的这个是一种一样的 我们的目标是 让我们的火烧走入 欠佳万户